众人欣然答应,枪炫心下一转,从怀中掏出一只洞箫,为陈戎星月伴舞。 大殿之上,舞步翩翩,裙摆飞扬,箫声幽远,鱼音绕梁。 月上西头,殿中歌舞渐渐停了,众人也接连散去。 屠山猴和防风异应,各自回了房间。 星月与枪炫情投一合,结伴游圆,身形渐渐引在了夜色里。 屠山井本与赤水风龙同行,借口醉酒,独自回了房间,七拐八拐,拐进了秋水园。 站在小妖门前,看着屋内隐隐绰绰的烛火,还有时影时线的身影,屠山井却突然愁出不前了。 她是不是责怪我了?屠山井心想。 她太知道小妖那天的爽约意味着什么,但她仍然心存幻想,想来亲自问一问她。 是否是她父兄不许她再与自己来往,还是真的被自己那所谓的婚事伤透了心? 她赌小妖会心软,却又不敢赌她心软。 自己这条命都是她给的,她是黑暗里唯一的光。 她想尊重她的选择,却有千分万分的不舍。 小妖透过窗子看到了呆呆站在门外的屠山井,她轻轻叹了一口气。 她不知如何面对她,本来想躲,她却不容许她躲。 小妖深吸一口气,静止打开了房门。 屠山井听到声音,眼睛里突然就有了光芒,眸子亮晶晶的,像极了夜晚的星光。 她赶忙走上前喊道小妖,小妖却垂着眸,不知喜怒。 屠山井心下有些慌了,小心翼翼地问,你可是生我气了? 小妖摇了摇头,梁九,轻声道,进来说吧。 屠山井平住呼吸,有些期待却又不敢期待,静静地走进了房门。 你来这里,可善后了? 屠山井议会,认真地回应道,我很小心,没人跟来。 小妖松了一口气,起身想去泡一壶茶,却被屠山井抓住了一只手。 小妖,那日,我一直在等你来。 等了很久,很久。 小妖的眼眸里多了一抹柔和,放弃了起身,暗暗抽回了手,慢慢地坐回了屠山井对面。 井,我不见你,不是因为生气。 屠山井的眸子里溢出了光,她笑得极清极柔,看着小妖的眼神总是又清澈,又认真。 清澈地不拆一丝杂志,认真的样子让人相信,她总是愿意无条件听从你的每一句话。 你要的,她都给。 她没有的,便为你上山入海,无论如何也要取来。 你想做的事,想去的地方,她都会陪着你,毫无怨言。 她给人的感觉,就如同清风拂面,犹如弱水三千。 总能无声地侵入任何人的心,然后在心里生根,发芽,直至情一停停如盖。 她甚至容不得你拒绝,始终都会在原地等着你,等着你回头看她一眼。 小妖定定地看着她,泛着水光的眸子,很久。 她为她做的每一分,她都记得。 曾经,她汹涌的爱意,总能轻易地淹没自己。 她总是义无反顾地将一切都捧给自己,让自己心在冷的时候都不舍得去伤害。 她无疑,是个极好的人。 对自己极好,对他人也极好。 小妖闭着眼,在心里摇了摇头。 再次睁眼时,眼神里的柔光就变得极淡。 我的心里,有别人了。 对不起,我失约了。 所以,不敢见你。 涂山景眼里的光渐渐地暗了下去,像月光沉进了西海。 她的呼吸也变得淡了,在这寂静的房间里,真落可闻。 房间里的花一寸一寸地枯萎,对应的是这位涂山家继承人的心如死灰。 她低沉着毛子,低沉着头,手脚似乎都无处安放,就那样坐在那里,没有一丝生气。 小妖的心,仿佛也跟着抽搐了一下,很痛。 不是因为失去了涂山景,而是因为面前的人,天生就有令万物共情的能力。 她脆弱地让人不忍去伤害,美好的让人想倾尽全力去保护,干净地让人自残行贿。 小妖身吸了一口气,横起这辈子最大的决心,用力地挤出了那几个字。 你走吧。 从今以后,我便不是文小六了。 你也不必再是夜时期。 涂山景的手紧紧抓着袍袖,满脸不知所措,连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出来。 许久,好似下了什么决心一般,抬起头,缓缓地说道,只要你开心,就好。